三次公演舞台过后依旧没有掀起太多的浪花 歌手2024又强势来袭 这也让浪杰5面临巨大的压力 节目组显然意识到了问题 在浪杰5四公开播之际开始发力 真人秀环节 和杰分组后在练习室和尚文杰起争执 过程抓马不断 话题一下子拉满 一场全开卖直播秀把姐姐们的真实唱功暴露出来 主持人更是贴脸开大念热搜 节目的关注度立马就有了 节目组的操作还远远没结束 早前的直播摇人网络投票尝到了甜头 这一次的总决赛又开始玩新花样 浪杰5总决赛的分组和团秀曲目由网友投票来决定 节目组为姐姐们匹配了四首团秀歌曲 分别是骑士精神双结棍月亮之上和This is me 根据赛制 进入浪杰5总决赛姐姐将分成四个团 每个团5位成员 共四首团秀曲目 本轮投票将产生四个团的成员及对应团的歌曲归属 团秀分组将根据每首歌推荐值排名高低决定 每个账号每首歌曲每天将有5次投票机会 这也意味着 总决赛姐姐们的分组会被重新打乱 之前的所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而网络投票往往考验姐姐们的人气 人气高也意味着掌握主动权 不仅能够拿下队长的位置 选到心仪的歌曲 而且还可能调到更优质的队友 粉丝们奔走相告 一场抢歌大战开启 截至6月5日 第一阶段的投票结果已经锁定 四位队长和团秀曲目尘埃落定 陈立军骑士精神 流星双截棍 七位 月亮之上 陈浩宇 This is me 七位拿到月亮之上这首歌 演唱有难度 但歌曲国民度比较高 七位的票数不如陈立军多 但规则就是这样 歌曲本身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队长的席位最终还是保住了 除了七位之外 何杰 孙夏琳 萨鼎 蔡文静等姐姐也都是这首歌曲的热门人选 七位团的成员整体实力比较能打 没有短板成员存在 总决赛突围的可能性更大 她的C位也越来越稳了 何杰对浪姐系列节目有很深的执念 多年的期待终于获得登台的机会 她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来节目 不过何杰整个乘风之旅充满了荆棘 不断贡献话题和热搜 但并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誉和位置 刘欣就比较幸运了 一路有高人气加持 队长的位置也坐稳了 这一次抢到了双结棍这首歌 虽然歌曲很难驾驭 但如果整体编排出彩的话 会带来不一样的视听冲击 双结棍这首歌目前有些惊艳 苗苗 朱丹等姐姐入选 团队整体实力参差不齐 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学效果是个未知数 作为浪姐舞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陈丽君的票数一直断层领先 抛开自己不擅长的英文歌和很难驾驭的周杰伦的歌曲 陈丽君在另外两首歌曲的投票中都拿到了第一名 且票数摇摇领先其他姐姐 根据赛制 陈丽君最后锁定的歌曲是《骑士精神》 虽然人气摇摇领先 但是《骑士精神》这首歌曲对于姐姐们的吸引力显然没有那么大 这一组投票领先的是张雨昕 韩雪 郭碧婷 柳妍等姐姐 实力和人气明显不如其他热门姐姐 总决赛对于队长陈丽君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陈浩宇强势抢下了英文歌This is me并成为队长 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从出舞台的小透明如今一跃成为大黑马 人气和风头甚至盖过了刘欣 尚文杰 何杰等一众超女快女 陈浩宇的票数来到25.7万 领先同组尚文杰8.8万票 万妮达 袁亚维 郑妮可等姐姐也同样把票投到这首歌 按照这样的配置来比总决赛 陈浩宇可以说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X Leader的荣誉也在向他招手了 陈丽君 陈浩宇一公分在一个小组 当时很多网友都在线科CP 让人想不到的是 两人在浪劫舞里的故事像完全不一样 一个被镜头边缘画失去光彩 而一个则拿到逆袭的剧本一路开挂 陈丽君明明是人气王 但是因为赛制的设定而被锁到七维团 成为团队中的绿叶 镜头越来越少 没有什么故事线可言 甚至还有负面的热搜出现 但陈丽君的光芒是藏不住的 官媒都格外偏爱他 多次发文力挺陈丽君 节目组给了陈丽君一手烂牌 相信陈丽君也能打得更精彩 陈浩宇则是浪劫舞规则的最大受益人 个人喜爱镀牌第六还是可以当队长 抢下的队员人气和实力兼备 一路带队成绩也很突出 不断上演逆袭的戏码 四宫的赛制设定同样利好陈浩宇 双人舞台要求队长必须上 直接多了一次表现的机会 保人的赛制更是彰显队长的高情商和高格局 镜头语言也对队长非常友好 占尽天使地利人和等优势 芒果一心要捧人 陈浩宇想不出圈都难 总决赛的分组投票对于陈浩宇来说也是件好事 英文歌基本就是量身定制 队长的争夺也没有太多的对手 实力大vocal也基本都会奔着这首歌曲来 团队的整体实力就处于领先状态 对于总决赛分组选取 很多粉丝真情实敢投票 但如果熟悉节目套路的话 就能看出是节目组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一切都是按照剧本来走的 有网友指出 张雨昕的票数就明显有问题 数据的变化更是让人看不懂 相对于陈浩宇的名利双收 两位芒果自家人和杰和尚文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两人一同制造话题 从义工就撑起节目的牌面 但到头来一场空 连个队长的位置都捞不到 想想也让人心疼 当浪劫舞的四宫舞台灯光亮起 观众席上的尖叫声几乎要先放屋顶 这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这是一场关于梦想与荣耀的较量 四宫的团队照一公布 网上的讨论就炸开了锅 网友们纷纷化身为侦探 试图从这些照片里窥探出最终的排名 但别忘了 这可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游戏 谁又能真正遇见结果呢 陈浩宇组的成员们站在舞台上 他们的眼神坚定 仿佛已经遇见了自己的胜利 陈浩宇 这位原本知名度不算高的选手 停介出舞台的野字一鸣惊人 到了四宫 他不仅成了队长 还带领着队伍拿下了全场第一 他和袁亚维的合作 如同两把锋利的剑 划破了舞台的沉默 而谢金燕的保送机会 更是让这个团队如虎添翼 而七微组 他们的人气和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七微 这位多才多艺的女神 与陈立军和刘欣的强强联合 让他们的团队在三宫中 就已经是全场的焦点 然而 尽管他们的人气高 但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 他们能否继续保持领先 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们对七微组的讨论从未停歇 他们的每一场表演 都成为了热搜的常客 蔡文静组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虽然Jazz的人气和实力都不容小觑 但在这场强者如临的竞技场上 他们似乎还需要更多的亮点 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蔡文静的团队在四宫中的表现 让人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他们能否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萨丁等组的故事则更加戏剧化 和杰和尚文静这两位超女的同台竞技 本应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然而 矛盾的出现却让这个团队的未来 充满了不确定性 尚文静的人气逆转 成为了团队中的黑马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人们对萨丁等组的最终排名 充满了好奇 棒棒唱环节更是将这场竞技 推向了高潮 王菲菲 郑妮可和孙夏琳的精卫表演 如同一股清新的风 吹散了舞台上的紧张气氛 他们的表演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更为陈浩宇组赢得了宝贵的分数 而陈浩宇和袁亚维的合唱 更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们的合作无懈可击 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击中了听众的心 他们的表演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的享受 更是对耳朵的一种款待 随着四公的落幕 人们对最终排名的猜测愈发热烈 但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每一个团队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陈浩宇组能否继续保持领先 七维组是否能够逆袭 蔡文静组能否突破重围 萨丁丁组又能否划解矛盾 重整旗鼓 这些问题 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舞台上 每个团队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他们的每一次尝试 每一次突破 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和喝彩 浪捷舞的四公 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次对梦想和自我的探索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他们都已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成为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而我们作为观众 能做的就是继续关注 继续支持 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